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婚后没有视频了 我很喜欢您的视频 谢谢啦 我就赶快地回复他了 会在近期更新 另一位订阅者说 阿新讲得这么好 为什么粉丝这么少 还放了一个哭脸呢 粉丝多少不执着 最重要还是有品质的内容分享 感谢你 那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观看 还有一位说 主播成佛了 不更新 那如果真的成佛了 肯定会制作更多的视频 与大众分享的 谢谢大家的鼓励 趁卫塞节的到来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 卫塞节 你可能不知道的事情 说到卫塞节 你会想到什么呢 那卫塞节其实 它是源自于古印度的巴历文 意思是五月的月圆之日 这是一个特别人日子 它纪念的是佛教的三大圣事 包括了佛陀的诞生 成道及涅槃 就那么巧合 佛陀的出生 开悟和涅槃 都是在五月的一个月圆日 所以后人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一同庆祝 和你说说一点历史吧 在1999年的第54届联合国大会上 由16个代表共同签署了一封信函 请求了对卫塞节的国际认同 信中的内容也提到了 佛陀的教导和他慈悲 和平 善良的信息 感动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 世界上无数的人跟随佛陀的教导 而且在魏塞节纪念佛陀的诞生 成道 离世 同年 希腊 挪威 土耳其 美国 还有其他的国家也加入了倡议的行列 到现在每年的魏塞节 有一些国家把这些节日都列为公共假期 包括了马来西亚 缅甸 泰国 新加坡 越南等等 你的国家享有假期吗 鉴于魏塞节已经获得了联合国承认 国际上的正式名称就是联合国魏塞节 说到魏塞节啊 你不能不懂佛陀的评生故事 大略和你说说 佛陀身为一个皇宫太子 舍下了荣华富贵 29岁的时候去寻找生命的真谛 后来35岁获得了解脱 开悟了 了悟了宇宙真相 赤脚走遍古印度的恒河两岸45年 度化了无数的众生 让他们看到生命的真谛 佛陀在80岁的时候 在梭罗林中的双树间就灭盘了 在这之前啊 弟子们都以悲哀的心情 祈求佛陀别离他们而去 佛陀啊 为他们做了最后的教诲 佛陀说 这乃是世间的实相 一切无常 相逢必有分离 佛陀还说 因可度者 若天上人间 息皆已度 哎是 皆息已度 其未度者皆亦以作得度因缘 自今以后 我诸弟子 辗转行之 则是如来法身 常在而不灭也 意思就是啊 有缘被度化的天上人间的人啊 天人啊都已经得度了 缘分不深的 也具备了被度化的因缘 从今以后 我的弟子们应该辗转到世界各地 宣讲教理 那么这就是佛法身的显现 永远不灭了 佛教发展到今天 有了三宝 佛 法 僧 延续佛陀的教育 月圆啊也是代表圆满的意思 佛陀一生圆满了他自己的生命 同时间也圆满了大众的生命 因为佛陀开展出了 另一门的生命教育 一门领悟了宇宙万物真相的新学问 对当时古印度的社会 的确是震惊不小 我们来看看观众的留言 佛陀是不是一个无情之人 抛弃妻子独自去修行 嗯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不懂当时古印度的文化如何 但是我知道 的确有不少人 基于想追求解脱 而离家去修行 当时的社会啊 更多是修苦行 被称为苦行僧 我们可以想象到那种啊 就是蓬头垢面衣衫蓝绿的僧人啊 苦行僧他必须要去忍受常人认为是痛苦的事 比如长期你不能吃东西 不能够喝水 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 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 忍受酷热严寒等等的事情 你都需要去做来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和礼遇 苦行这个词啊 梵文的意思就是热 很热的热 因为当时印度气候炎热 宗教徒就把受热作为苦行的主要手段 还没有觉悟的西达多太子 处在当时的印度社会 同样抱着灵性追求的欲望 去寻找生命的真谛 的确他也曾经去修苦行 不进食不喝水 但是最后都放弃了苦行 如果不放弃的话 可能他已经没命了 因为知道太极端是无法证悟的 所以选择了中道 活脱的离架 让我想到现在社会的一些 远距离夫妻的情况 是有点相似的 有的丈夫为了讨生活 到国外去谋生 一去也是不短的时间 差别只是现在的科技发达 都能够利用科技的便利 来进行沟通 联系感情 不过我看到的一个重点是 佛陀开悟之后 他都度化了自己的亲人 包括父亲 养母 妻子 还有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认为 看透了宇宙真理 找到了生命的真谛 更应该回去度化自己的亲人 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佛陀也亲自为父亲 抬关 以尽孝道 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做个比较的话 一个追求到了生命真谛 过后再引导亲人正部的人 还是比赚很多金钱 带回家的人来得圆满 钦佩 一个是物质上的享受 一个是心灵上的解脱 你说他无情 却有情 看你怎么诠释了 谢谢Vivienne的提问 让我们更深入地去探讨佛陀 这一位伟人老师 魏赛节就是要提醒我们佛教徒 继续地发扬佛陀的精神 介绍佛法给更多的人认识 找到生命的真谛 当然 我说现在的在家局势 就不必抛弃妻子 因为佛陀弟子 都把佛法记录在佛经里了 只要依教奉行 还是有领悟的一天 又有问题了 Lam就问 魏赛节中 为佛像冲凉有什么意义呢 谢谢你的提问 我们都知道 一般的魏赛节 佛教组织或团体 都会进行预佛仪式 真正的意义其实在于 净化个人的身口意 你现在可以想象这 你在预佛的时候 我们手持净水 向希达多太子像沐浴 同时间 我们在内心是可以提起 一股力量 诚恳地去祈愿 愿去除 贪欲 称恨 愚痴地呼垢 让自己的身形 语言 心意 都能够保持 清净 也希望社会 清净 安宁 借助育佛的功德 净化自己的 无明烦恼 成功 美化我们的社会国土 转这个 捕着恶事 为清净的净土 祈愿我们持续的 欲文佛法 精进修学 同正菩提 这就是欲佛真正的意义 我们看佛说 《欲象功德经》也有提到 说欲佛的时候 也可以念诵这个祭文 那欲佛过后可以烧香 可以念这个祭文 借定慧解之见香 便时方差长吩咐 愿此香烟亦如是 回坐自他 五种身 意思是 借律 禅定 智慧 开启之间的香气 充满时方 芬芳 浓郁 但愿这沁香的烟气 也是这样 回向于自己和他人 都获得 无分法身 这是 祭文的含义 还有一点想和你说的是 为什么 欲佛都用太子相呢 而太子相 为什么又一只手指天 一手指地呢 话说啊 当时在古印度 太子在兰皮尼花园 无忧树下诞生的时候 是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说了一句话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所谓的我啊 就是人人能找回的悟性 说完之后 就有九龙吐水 为他洗浴身体 就是这样的由来 但是根据 《佛说预像功德经》的内容 只是提到了 佛像这个字眼 所以如果没有太子相的话 其实也不用着急 也是可以用释迦摩尼佛像 最重要的是 那佛像是可以进水 不会损坏就行了 希望解答了Lam的问题 今年魏晒节主题是 齐心协力 全球免疫 我们都在新冠疫情中度过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齐心协力 一起对抗疫情 最重要的是 了解佛陀教我们的 元祈法 一切世间法皆空 都由因缘而生 因缘而灭 阿寒经提到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 此灭故彼灭 身为佛陀弟子的我们 更应该遵守戒律 包括国家法律 疫情期间政府推行的 SOP等等 我们扪心自问 都有在 遵守 还是依然 任意妄为 静悄悄地做出违反 SOP的举动 造成疫情再度攀升呢 我觉得只要防范措施 做得好 就能够切断了 感染链 确诊人数 自然也就会下降了 好了 这一期时间差不多了 节目结束之前 让我们一起 双手 核实 一颗 虔诚 恭敬的心 祈愿 疫情赶快好转 全球恢复 正常的秩序 国民都 安居 乐业 也趁这个机会 祝你 微赛节 快乐 好了 记得 订阅及分享出去 你对这一集节目 有什么感想 或希望阿新 接下来谈什么主题 都欢迎你在留言区 留言 下期节目再见咯